上次介紹通用貨幣零錢,也分享各種賺到零錢的方式 就有一些萌新動森玩家特別來信詢問 欸怎麼沒有介紹禮數喔? 好啦,所以這次就來介紹這個獲取機票要素的成就貨幣 Noco禮數 Noco禮數是遊戲任務完成之後會獲得的成就點數 在玩家進入遊戲按照劇情的發展 離客會在給你的手機裡面安裝一款軟體 Noco集旅遊加APP 這款軟體可以查看各種任務的指示 按照任務需求完成任務的成就就能夠拿到Noco禮數 另外,在軟體介面點選加號可以直接切換到每日任務的介面 裡面會有加倍禮數的任務 完成這些任務也可以得到禮數的積分 也有不用做任務就能夠獲得禮數的方式喔 只要每天登入服務處裡面的禮端機 都會獲得免費的打卡禮數 如果每天都有登入禮端機的話 還會有每日打卡獎勵 登入回饋的禮數會增加喔 遊戲中末裡還有給玩家每天一次的出國福利 只要從機場搭機飛到其他玩家島嶼遊玩 回家的時候就會拿到獎勵的禮數喔 上面這些都是取得禮數的方式 Noco禮數在動森世界中也算是貨幣的一種 在登島後第一次用來償還房貸之外 還可以到服務處的禮端機去約換一些特別的家具裝飾 包含DIY方程式禮數旅行券 以及背包擴充包 還有髮型膚色的款式擴充包 禮數都能約換到滿實用的東西 另外在動森世界裡的禮數旅行券 大部分都被簡稱為機票 只要在服務處的禮端機 花費2000禮數就能夠取得喔 機票主要的用途是用來出島找動物島民 或是尋找各種素材島 收集更多元的物資、材料用 這個素材的部分有很多種類 包含蝦子島、鯊魚島、垃圾島等 這次我們就先把注意力放在禮數上面 之後有機會再來介紹素材島 機票主要的用途還是以找島民為主 在動森有揮的世界中 有一群喜歡抽島民的玩家非常樂中於找島民的活動 抽島民的過程會有那種抽轉蛋、開合玩的刺激感 看別人找島民也是滿療癒的 我自己就還滿喜歡在改島的時候看實況主刷島民的影片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這部影片能夠幫助到剛入坑的動森新手玩家喔 對而如果大家有想要看的影片題材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許願 也可以私訊我的IG 如果你的想法被選中就會被拍成影片喔 這次的影片同樣有抽獎 感謝各位的支持 只要在底下留言並標註 NOKOLISU就可以參加本次的抽獎喔 這樣要送出10張機票給一名幸運的觀眾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馬達捏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